今天是20 今天的话做完售后 去路脚巷做售后 然后画了两个内存 昨天的话画了一根内存蓝屏 今天画两个内存 反正进绝地求生吃鸡的游戏里边试了 反正是没事 不知道没有长时间的试 就是短时间的试了 随着缓缓日的一天一天的接近 和媳妇之间昨天晚上又闹矛盾了 大半夜睡不着觉 也把我折腾起来 现在我这身上 外边欠着的得有三万块钱 我也是很愁啊 自己 不会理财 弄来现在弄来自己也是没办法 唉 今天上午的话 一个客户过来 修机子 也是个老机子了 装了车批系统 今天聊了聊 反正是 怎么说呢 今天聊到了 他一个朋友 是当了军官 因为 怎么说呢 可能是人际关系搞得好 跟 跟上级领导的关系搞得好了 然后的话 特别的顺 基本上领导的话 都特别帮助 帮助他们 然后的话 说到 但是 得了蓝尾炎 到地区 到地区医院 这做手术 这到现在多少 得花两万多 做一个蓝尾炎 做手术 切除蓝尾 其实说到这个事的话 很早之前 把爸和战友的孩子 腿骨折了 在地区医院 就 光腿骨折了 就这点事 就花了两万多块钱 又是打钢钉了 又是上石膏了 总之呢 现在这个物价 各方面都贵得要命 现在在中国 小地方 这儿还拍一个证件照 就十块钱 好像说是 听完客户说到石家庄 是那边是 拍一个证件照 是九十九 北京站 北京站好像更贵 北京站好像要二百多 具体我也没去过 不过 具体情况如何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呢 越大成是消费越高 现在这钱已经不算是钱了 现在的一百块钱 不要说一百万 就是一千块钱 就拿出去 也都不算是个钱了 到超市里边 随便到超市里边 随便买点东西 几百块钱就干没了 哎呀 现在老百姓都没什么钱啊 很多老百姓都没什么钱 感觉这钱现在都 让国家收走了 国家是富有有钱了 老百姓都穷了 哎 说什么言论自由 其实说点什么 没啥可说了 实在是实事所然 哎 反正我想说了 就是现在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 现在的钱已经不如 几年前十几年前了 哎 真是很郁闷 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哎 最近比特币虚拟货币这些方面大涨 不算大涨了 涨了不少 据说行情不错 嗯 涨就涨吧 涨了是件好事 哎 怎么说呢 中午了有一天 又半天过去了 回去去公司上班 这边 感觉现在生活 愁 实在是愁啊 就这样吧 回公司啊 回公司啊 回公司啊